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消息把这个新闻淡化了 台湾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对台湾的未来的严重性 对于台湾的发展的严重性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年轻人的 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 日子该怎么过 未来该怎么走 它产生非常严肃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 没有引起很多的重视 所以我要特别透过我们的无色觉醒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而且对台湾的未来影响非常的大 什么事情呢 在9月3号到10号的时候 也就是东盟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协 东盟召开了第51届的经济部部长会议 第七届的10加3就是区域的组织的这些部长会议 开会的结果出来了 他们共同一致达成一个协定 这个共同的声明出来了以后 他们说要在9月17号到27号 记住哦 9月17到27要在越南的县港 在越南的县港里面 他们要召开一个有关于10加3的会议 这个10加3的会议就是东盟的十国 再加上东北亚 中国大陆 韩国日本等10加3的会议 这个10加3的会议最终要确认RCEP RCEP 10加6 也就是包括印度 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这三个国家 加起来 他们要把这个RCEP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要把它弹出来 弹出来的时候 要在年底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文本 明年初 他们要签署 一旦签署之后 就开始会去经过各国的议会批准 然后就开始生效执行 所以10加6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它的经济体占全世界32.3% 它的GDP的总产值有27兆美元 但是27兆美元中 中国大陆一个国家 就占有14兆美元 所以以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体 14兆美元 其他的15个国家 加起来是13兆美元 总共是27兆美元 占全世界32.3% 如果这么广大的市场 人口 然后它的关税降到很低 甚至有一些激进于零的时候 请问一下台湾该怎么办 台湾在APEC里面 但是台湾没有在RCEP 台湾飞弹没有在10加3里面 我们在未来的10加6也不在里面 请问一下台湾的厂商 我们出口到东南亚 到印度 到东北亚 到澳大利亚等 我们甚至我们到中国大陆 等等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出口 我们怎么竞争 我们怎么跟韩国的企业 同质性这么高的竞争 我们怎么跟日本来竞争 我们未来怎么跟越南 怎么跟菲律宾 怎么跟泰国 跟马来西亚来竞争 未来 我们如果连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我们慢慢的就被它超越 台湾的未来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因为关税 它是如此的重要 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战的时候 当关税上来的时候 美国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难了 中国大陆卖到美国的产品 也更加的困难 所以彼此之间的贸易额 有在下降 关税 它占有的成本是这么的高 也就是说 你不但你的土地 人事 生产资料 材料 技术等 这些成本再加上运输费用以外 你外加关税 这个对我们的厂商来讲 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最终台湾的企业 有竞争力的企业 它该怎么办 它一定会离家出走 要不就到中国大陆去 要不就到东南亚国家去 当我们的企业不得不 开始离开了到大陆 到东南亚 那这样的情形下 台湾的生产制造业的空洞化 该怎么办 生产制造业是我们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不能只靠服务业 因为台湾的2300万人的市场规模太小了 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做多大的生意呢 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泡沫饮料店 都是手摇兵 各种饮料店一家一家的开 都是年轻人 因为它的技术含量低 它的资本含量低 它的门槛低 所以年轻人在那地方工作 可是它的未来呢 台湾的经济怎么能够靠每一天 卖几杯这些饮料 赚一些钱 而且只能赚我们内部的钱 赚我们2300万人的钱 你要不你就是让外国的观光客 让大陆的观光客 大量涌进台湾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的 这个台湾有足够的吸引力 让东南亚 让东北亚 让欧美的国家的旅客 愿意到台湾来 更重要的是 本来大陆的14亿人口 尤其是大陆的中等收入的人口 已经超过美国 也就是说他们的购买力 消费力 已经超过美国人的 中产阶级的人数 它等于是全世界 最大的消费群的时候 他们原本对台湾 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的教科书里面 台湾是中国的宝岛 但是民进党政府 一定要把两岸关系搞坏 一定要去中国化 要去伤害我们广大 大陆的我们的中国人 所有的感情 不断的在做这个工作 不断的不屑的 就是不予一力的 在做这个工作 这样的情形下 使大陆的旅客 越来越不愿意到台湾来 这个对台湾的伤害有多大 结果蔡英文又拿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去补贴东南亚的旅客 到台湾来的时候 而这些到台湾来的旅客里面 他本身给台湾的经济贡献又太少 而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却这样子被糟蹋掉 民进党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 而且对于RCEP 在这一次东南亚的这些十加三的会议中 以及东盟的经济部长会议里面 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共同声明 而且实陈表都画出来了 而且已经表达了强烈的决心 要在今年年底要完成最终的版本 明年初各国要签署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蔡英文当局静悄悄 也不愿意把这个事跟我们的民众说清楚 讲明白 政府的因应对策是什么 台湾的未来是什么 它会对台湾的冲击有多大 台湾的企业怎么去面对这么大的变局 RCEP 在亚洲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 台湾却在之外 只因为你蔡英文 要在台湾执意的搞意识形态 要蛊惑我们的年轻人 去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不承认自己的中华文化 然后否定我们中华民国 搞得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我们的年轻人 一直被意识形态挂帅 一直被意识形态挂帅到最后说 我们穷我们落后 但是我们有选举我们有民主 这样开心了吗 当我们台湾的民众 我们的下一代他越来越年长 你说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再过二十年四十岁了 五十岁了 六十岁了 那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越来越衰败 我们的有活力的 有竞争力的 有生产力的年轻人 一直离家出走 台湾剩下的慢慢的 城市老化了 基础建设没有钱去修补了 我们的所有的各方面都在往后退 所以这么聪明的台湾人 这么聪明的中华民族 却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种执念 为了这种你不切实际的执念 但是这些搞台独的人 有多少人在美国生活 有多少人在日本生活 有多少人拥有美国的护照 有多少人拥有日本人的护照 可是他们动嘴巴 他们蛊惑台湾人 而一些不明就里的年轻人 却相信他们了 二十年三十年过后 我们怎么办 这些年轻人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好好的面对我们的问题 想一想 否定你自己的祖先 否定你的文化 否定你的身份的认同 这对你有什么帮助 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强大的 生命力的文化 怎么可以轻易的否定 你有中华文化 才有你今天的学习的能力 这一点 年轻人们真的要听进去吧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奈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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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